15分钟 主席还有我们所有全体被提名人 以及我们所有的委员 以及所有的媒体 大家早 主席我是不是可以先请张素琼被提名人 还有冯正明被提名人 萧全正被提名人 还有周万来被提名人 还有杨雅会被提名人 首先恭喜各位被提名人 以你们的专业跟表现 然后被总统提名为 我们的考试委员的被提名人 那首先我想要请教在座的各位 因为刚刚其实蔡委员也问过 就是说你们有这个问卷 民进党有发了一个 这个问卷的一个调查 那其中有关于就是放弃这个绿卡 或是这个所谓的永久居留证的问题 那各位呢 其实都已经也都明白了表示说 如果有永久居留权 那不适合来当我们的公职人员 但是这里呢 我不晓得就是张素琼张委员 您好像拥有绿卡嘛 是不是 曾经 曾经 那已经放弃了吗 还是 放弃了 那您是依照哪一个方式放弃的 我自己亲自到高雄的那个 所以你是有去办理 我有去办理 有填那个所谓的I407的表 有填 填了以后他当场问了我两次 所以你有确实的登记 OK 是 好 因为你在这个表格里面 你没有填 然后冯正明 被提名了 你呢 你好像有加拿大的这个 对我已经撤销了 已经撤销 什么时候 在97年的时候 97年你好像也没填写 有 有吗 我有说 OK 然后萧全证被提名了 你呢 你用绿卡 我没有 没有 没有国外的居留权 那么表格上留空白 那其实是一个很乌龙 因为 你留空白的意思是什么 填到外国籍的时候 没有 然后他说二三就不用填 结果后面的就 全部没有 所以你是说 你也没有永久居留权 没有那个 没有 好 那如果没有 那我们现在再请教的 另外就是我们也问到一题 就是关于就是说 如果担任这个考委之后 是不是愿意放弃 就是不领取其他的这个 兼职的费用 或执行这个 本职的额外的费用 那我们看大部分的都勾示 那这里呢 这个我们的冯正明先生 你没有填写 没有勾选 那你的意思是 因为我对所谓的兼职这个定义 不是很清楚 而且也不太完全了解 当考试委员以后的规定 不过我在这里愿意承诺说 考试委员的规定 不可以的 我绝对不会去做 那即使是可以的 我也会去自律去做 一定以本职为主 OK 好 因为依照公务员服务法的规定呢 有规定第十四条之二的 有规定说 公务员兼职非以盈利为目的事业 或是团体的职务 受有报酬者 应经服务机关许可 机关首长 应经上级主管局关许可 这第十四条之二 那第十四条之三呢 就公务员兼职教学 或研究工作 或非以盈利为目的事业 或是团体的职务的话 应经服务机关的许可 那局关首长 应经上级主管局关的许可 那当然原则上呢 就是说只要经过 上级机关的许可 那您是可以就是说兼职 那而且还受有 就是受有报酬 但是在这里呢 我们也知道 就是说在我们这个 就是我们有一些的规定呢 就是希望是说 尤其我们这个考试院的规定 就是你希望是在 这个四个小时之内呢 就是因为有些都是教授借调嘛 那如果借调的话 有些学校他要求 就说能耐应该回去授课 所以这里就会有坚持的问题 但是呢就是说 这要有义务的授课 不领这个薪资 但是呢在我们昨天审查的 这个被提名人呢 有好多人 他虽然是说义务授课 但是他们在这个所报的 这个财产的 这个报税资料里面 仍然都受有薪资的报酬 所以在这里呢 当然就是说 如果我们的考试院 没有规定禁止 那当然就是没有违法 但是当然就是我们也知道 在外面呢 其实对考试委员的观感 不是很好 大家讲了说 连家事少 这个钱多事少离家近 那我觉得说 一个国家的事实上 我们有人提到说 这是一个学术的桂冠 这么高的从容的位置 然后被外面形容成这样子 我想是非常的难堪 所以在昨天呢 我们有问这些的委员 就说好 即使法律上没有规定 或是主管机会 觉得OK 那尤其呢 考试院的这些的考试委员 针对呢 就是你自己所管理下来 譬如说考选 譬如说这个权序 那或是呢 就是我们的所谓的保训等等 那去开会 那还会花给车马费 那其实这是属于你职务的范围 那仍然领有车马费 那这样子妥不妥当 就是说跟你的职务有关的 那当然到 到这个其他的这些机关去 或是像说人事行政总处 或是国家文官学院去上课 那也都仍然继续拿有 这个所谓的讲师费 那这样子是不是妥当 当然这是一个妥当的问题 不是违法不违法的问题 所以我们昨天 有请大家的表示说 那愿不愿意放弃 那我不晓晓在座的各位 您愿不愿放弃 愿意放弃的举手 OK 报告有言 我可以多说明几句吗 是可以 等一下我再说明 因为在我们的规范里面 刚才永远有提到公务员服务华 尖职跟尖客并不是一样的 我知道尖职通常比较是民间团体的代表 我特别很慎重 因为我自己在院里面 我了解这个填表的问题 所以这一个里面 国家文官学院 因为萧美琴委员昨天也提到 这个是在他的业务范围当中 其实考试院他现在自己考试委员 有他的自律规范 他就可以直接规定 他在国家文官学院就不应该去领钱 这是可以解决的 这不是说你要放弃或不放弃的问题 那如果是监客的话 他的监客他应该他是有没有 所以因为他是事或活 所以我才认为这个应该要从法制上去 所以我是兼职兼科 那个兼职兼科应该要有区别 那我觉得说你这个建议很好 因为事实上考试委员 在考试院里面是最大的 所以没有行政人员敢提出来说 我们的考试委员们 你们这些的兼职或兼科 你们要不要把这个薪水拿掉或什么 没有人敢提 所以在这里我们才会希望是说 有没有可能各位在今天还没有进入之前 那你们先表态 那进去之后你们可以主动提出来说 我们要不要大家一致 不然有的人会觉得说 有的人有领有的人没有领 那大家也觉得说 这是我本来就可以领的 为什么我不能够领 那甚至你没领回去 可能还被你的另一半的 这个啰哩啰嗦的 所以呢在这里呢 我们会觉得说 如果你们进去之后 你们在自己的内规里面 大家去规定嘛 大家可以去辩论说 我们大家觉得怎么样 那我们大家统一办理 那我觉得这会是比较妥当的 好谢谢 那再来呢我也想要请教的 就是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张 张树琼 张这个提名人 您其实呢 就说在整个一个专业上 就是非常的一个专业 尤其是在健康食品人才方面 那当然我们也看到说 各位当然就是从来没有经过考试院 所以呢对于这个考全的制度 因为当考试委员除了 因为我想各位当的大部分都是所谓的点试委员 那所以呢你们对于出考题 那对于这个所谓的人才 这个国家的这个轮采这方面 可能有一些经验 可是像考试委员就像刚刚其他的委员提到说 他的工作不是只有出考题而已 其他里面还包括整个 我们怎么样为国家找到对的人 让他做对位置 然后去做对事情 然后怎么样去提升这些效能 怎么样去考核 然后呢甚至包括他的一个退休救养等等 这些全部都在考试院考试委员的一个职权里面 所以呢我想要请教就是张 这个张贝TV您的看法呢 就是说您对于在这个将来的考试院 就是当来的考试委员之后 您在这六年 你怎么样去扮演好你考试委员的角色 请短一分钟 我想在我过去多年执行 有关于人才培育计划 还有规划保健食品专门人才能力鉴定 还有一些制度的鉴定上面呢 应该是对于这个除了考试以外的 这个人才的禁用 还有这个权序部分呢 应该是会有所帮助的 那还有本人在担任这个 各个单位的主管的时候 担任很多单位的主管 在行政主管指令当中呢 我必须对职员 济世 工友等等的考纪 还有升迁等等我都需要 因为现在对于考纪的部分 因为大家一直在诟病最大的就是 公务员进来 然后要怎么样让他退场 非常的困难 所以这个整个退场的机制 到底要怎么样建立 那我想退场机制 这个是一个很严肃 而且是很 那你同意现在所谓的3%的 平等的这个的 我并不同意说 就是这么硬性的 硬性的规定 我觉得应该要是 这个用人单位 他的这个整个的绩效 然后要定出一个 比较完善的这个配套措施 那一定是要有退场机制 好 所以这个绩效的部分 是非常重要的 怎么样去一个客观的 一个这个基准的出来 所以我们希望说 你进去之后 如果您进去了之后 希望说您就在这方面 多所琢磨 那我们这个冯正明 冯先生 就是您 我知道您是在这个都记 然后交通这方面的一个长才 那您也经常出入 就是两岸 那所以呢 在这里就是当以前 你还不是考试委员的时候 那当然您可以自由的进出 然后经常去参加论坛什么等等 但是当你是考试委员之后 您知道 是要经过核准的 您知道吗 我知道 你知道 所以依照两岸关系条例 里面第九条是规定的很清楚 是要经过核准 要先申报的 所以就不再是那么的自由 那就肖权政肖先 您的是国民党的智库 那我不晓得说 当您当了这个考试委员之后 这方面是不是可以放弃 当然依照宪法规定 考试委员基本上是超越党派 依据法律独立行事 那超越党派的话 那您在这方面 你怎么样 就是说因为长期以来 您其实是国民党的一个智库 那其实我想这里 就像您一直在讲的是说 价值理念的一个问题 那当然在这价值里面的话 跟这所谓的超越党派 独立行使职权 那这个里面 这里会牵涉到一些价值观 那当然我们就说 价值观没有对错的问题 但是这里就是 你怎么样去 所谓的超然独立 您的看法呢 那么第一个当然 就离开国民党智库 但第二个问题 所谓的超然 事实上 我们一般常常把 所谓国民党太狭窄化 它并不是一个 完全固定的价值的东西 那么这个价值其实是一个 比较很久的 跟人的一辈子有关的东西 好 那我也希望是说 您就是能够用一个 比较符合时代潮流 因为我想 不管是国民党或民进党 我想一个非常重要的 我们现在已经 进入到民主的国家 所以很多的思维 我们都是在 戒眼时期的一个思维 所以在以前 很多的我们的程序 正义是不被重视的 所以呢 包括说现在我们的 这个金府冲 这个金秘书长呢 到处跑跑跑的这些问题 我想呢 如果你能够真的超越党派 从这个所谓的 民主价值的理念 去判断的话 我想对行政中立这一块 应该会有一些 不同的诠释 是不是可以 是我想这个是很重要 但另外一个 我其实利用这个机会 好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没有办法 让你再输 好 那我们的这个 周万来 周先生 在您当这个 当然在我们立法院 当副秘书长的时候 对于这个调查权的部分 其实我们都要 新的各种调查委员会 但是里面呢 也就是发生 当然可能因为你的执掌 或怎么样的发生 就是有所阻挠的情况 所以在这里会让人家觉得说 诶 那你是不是在执行的时候呢 不是那么的超然独立 所以在这里呢 就当你当了考试委员 我想那个角色是不一样 所以你是不是能够 信守所谓的超然党派之外呢 独立的去行使职权 是不是可以 报告与委员 刚才在周口的报告 已经很清楚的提到 宪法88条就呼吁考试委员 本来就应该要超出党派之外 依法独立行使职权 这是必然的 好 我们希望说你们能够 把握住这个精神 谢谢各位 那我们是不是下五位好吗 另外五位 时间是不是可以先暂停 好 我也被提名人 恭喜你们 首先呢我想要请教 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 就是依照宪法的规定 我们必须要就是超然党派之外 然后独立行使职权 那这里呢就牵涉到了 我想请教的 就是我们这个克刚的问题 当然就是在克刚 上一次克刚微调的时候 引起非常非常重大的一个争议 那对于这样的一个克刚的微调 因为克刚呢它其实是会影响到 我们整个一个考生 因为你学校怎么 考试怎么考 学校就怎么走 学生就怎么背 所以这是在整个一个 刑诉人格的一个过程 非常重要的 那这个部分其实也是在 就是我们在整个一个 对国家轮才 因为考试院呢 是因为国家轮才 是非常最高的一个机构 所以在这里呢 其实整个一个考试的内容 引导着整个一个教学的方向 这整个教学的方向 也影响我们整个人格的一个形素 所以在这里呢 想要请教在座的各位的 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考题里面呢 曾经出现过 这个所谓的中共的党章 那各位对于这样的一个看法 您的看法如何 在我们的这个考题里面呢 曾经出现了就是 中共的党章 在我们的公民及英文的 这个考题里面呢 在问说中国 中共政治体制中 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机构的职权 有时那也发分 然后呢 何者在共产党 跟国家机制中就有奢侈 所以在这里呢 就是说 在我们的考题里面 出现中共的党章 那各位觉得适不适宜 简短 高尔敦留 主要要看那个科目是什么 如果科目跟中共有关的话 当然是可以的 它是公民以英文 公民以英文 我想应该出题应该 遵照中华民国宪法 以宪法为标准 宪法里头也有教育政策 所以你觉得适合还是不适合 不太适合 不太适合 好 不适合 适合 不适合 不适合 一样不适合 不适合 好 那这样子将来里面 在这个当点试委员 就是考试委员的时候 请你们特别注意 就是我们这些的题库里面 出现这些我们的公务员 他是中华民国的公务员 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务员 所以呢 他应该去了解的是 我们整个一个民主政治 我们的精神核心的价值 而不是这些的东西 所以呢 我们去 我们去 感谢观看